我在小刀當權的時候就不怕他 更何況是現在 現在什麼年代了還靠小刀打仗 現在都已經是大型毀滅性武器了 只有被大型毀滅性武器 還沒有轟死的人在這裡 那可能大部分的選民 根本不在乎國民黨死或管你喔 對不對 我們在乎的是國家的未來 你們國民黨自己不爭氣 你們國民黨自己要把自己 嚇嚇嚇叭到輸輸去 那是你們家裡的事啊 大部分選民只在乎 要把民黨下架好嗎 這是交撲出來的啦 他一上去 那個舞台就是他的 他沒有上去 他坐在下面舞台還是他的 就那個spotline永遠在他身上嘛 上面哇 有大咖在講 但spotline永遠在韓國瑜身上 他就是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個以前的視頻啦 一個shorts 就是在放那個紅花魚啊 就是說我們都沒走在等一個人 那時候好感動 現在也是一樣啊 對 講到這個我就會覺得喔 國民黨有保 不用 放在那裡蒙城 製造一個彼此莫名其妙的尷尬 你看他出來就讓民進黨心驚膽跳 晚上睡不著覺 應該是他們 美國沒有固定支持誰啦 好 韓國瑜如果這次再回來選的話 美國也有可能支持韓國瑜 蔡英文就是這樣 蔡英文曾經因為美國反對落選 又因為美國支持他連任 所以我才在講說我們辦公室接到的電話都是 對不起 都是韓國瑜 上一次提到這件事情之後呢 還是啊 就越來越多啊 就是我每天都在問我們那個辦公室 我的助理嘛 他們就說是韓國瑜 我覺得支持者很可愛啦 開始有一些郭 支持郭的聲音進來 然後郭粉很可愛 郭粉就說 不是我們的支持度比較低啊 是因為韓粉比較熱情 我們郭粉都是比較那個理性的 冷靜 因為我一直秉持著一個最高指導原則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把民進黨下架 我們如果要政黨輪替 這樣好不好 可不可以從現在開始 真的不要再去批評跟罵 要把包括郭 韓 侯 柯 不要再罵 而且會互相罵 互相罵這件事情是最糟糕的 哇塞 賴清德太爽了 本來想說三十幾趴四十趴 他有可能被民進黨換掉的 他有可能被蔡英文換掉的 結果他現在穩坐第一名 因為下面 三咖都下面的兩咖分裂就算了 現在再加一咖三咖分裂 就是保證賴清德會上 所以如果今天最糟糕的狀況 你勢必最後要整合 可是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兩邊的人馬已經罵成一團了 然後你最後怎麼可能整合不了 就是我們自己要去認清 這樣一個局勢 那郭也馬上要出來了 那我上次跟韋漢談了以後 我才回去這幾天 我每天都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對不對 誰出來 來 我跟你講有沒有人出來 藍營的小雞會通 不是小雞啦 就藍營的支持者 小雞大家以為是選選那個選舉的 就是所有支持者 某個程度都還可以call回來 願意歸隊 對你起碼要歸隊 否則你連參賽權都沒有啊 對不對 那你起碼要歸隊 有歸隊有個像了樣之後 然後再來想怎麼樣再也大整合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們還繼續這麼弱的話 那麼你也不要去排除 你就不要再去排除 支持別人的可能性了 那不然你 不然國民黨的存在 就變成是支持 變相的在支持賴清德 這樣不對吧 然後 我是 哎呦我真的是 我沒有辦法眼睜睜的看到 國民黨變成是這樣 好 那可能大部分的選民 根本不在乎國民黨死活管理哦 對不對 我們在乎的是國家的未來 你們國民黨自己不爭氣 你們國民黨自己要把自己 嚇嚇嚇到輸輸去 那是你們家裡的事情 大部分選民只在乎 要把民黨下架好嗎 對 好 所以 我在我在 你知道我剛說的這些 好我們說本土藍好了 他根本 他我才說 他如果不換猴才是危機 對你剛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在全代會之前 什麼中常會想要政變 這些都沒有成功 然後也沒有換猴 真的是好事嗎 你問了這個問題 對 因為他們就已經準備 就是 好啦謝謝啦 那就他們 自己玩 對啊 他就去支持郭 當然郭 郭現在的講法是說 他可以整合科啦 郭科可以團結 但是我們也知道 你從科的反應 就可以看得出來 沒有像他講的 這麼簡單啦 而且人家 科現在 是排前兩名的 講並購是嚴重的 就是也是很奇怪嘛 那我聽說是 郭台銘講話 你也知道很衝的 就是大老闆 聽起來不會舒服的啦 很不舒服的啦 所以呢 啊不行 我們現在要秉持 我剛剛說的原則 不批評任何人 哈哈哈 就是 我也不知道 韓國瑜會不會出來 但是我那一天看他在 禮拜六的 講話 那個熱情是在的嘛 他 他這種就是學不來的 我有講啦 馬英九的魅力 馬英九如果是可以交的來 是金普通可以交出來的話 你就再交十個馬英九 如果韓國瑜是可以交出來的話 也交十個韓國瑜 哇 國民黨永遠天下無敵 真的 他就是交不出來的 這種要是交的出來的話就好了 這是交不出來的啦 他一上去 那個舞台就是他的 他沒有上去 他坐在下面 舞台還是他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那個spotline 永遠在他身上嘛 上面哇有大咖在講 但是spotline 永遠在韓國瑜身上 他就是天生的嘛 那 所以 現在還來得及 我的意思只是這樣 現在還來得及 大家要去思考 幫每一個人做最好的安排 國民黨的人不要逃避責任 你現在說不能換猴 我們就是支持猴 你就是逃避責任 然後把這個重擔 丟給猴一個人去擔 他怎麼擔 他沒有準備 對他怎麼擔 他還要顧新北市耶 新北市不是猴友宜 對新北市民的承諾 也是我們國民黨 提名的人 提名的市長 我們國民黨 也對新北市民 是要有承諾的耶 我們原本是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說 他新北市可以做得很好 然後再出來選總統嘛 對不對 可現在的狀況 不是這樣 那要面對 這不是猴友宜一個人的問題嘛 那你們 所以好 我覺得這個時候還來得及啊 說實話我是還蠻百感交集 聽到這些話 因為2020當所有的人民調 還有很多支持者 喊啊你要承擔 我甚至看到有支持者哭著跪下說 如果你不承擔的話 你就是對不起中華民國 但是承擔了扛了下來 其實他黑了多久 大家也心裡很清楚 連在黨內都一樣啊 敗選了之後幾乎重始之地 所有的責任都壓到他身上 阿東是你也不對 哦你貪心啊你幹嘛 所以 反而是這個時候 我反而認為似乎平反了他嘛 然後 韓國瑜當時扛下來 在當時所承擔的各種壓力 去打仗 還有大環境的各種影響 在今天有沒有得到 比較公平對待的機會 我個人的感受是如此 像這種話題 我反而會小心 要小心 所以你看多可憐 就是說 好可憐真的 並沒有韓 並沒有因為三年前離開政壇 他其實某個程度是離開政壇了嘛 他並沒有還在那邊留戀啊 有沒有不甘心啊 也沒有在那邊 他非常低調他整個就放了啊 對 有沒有 他沒有要讓人家有任何聯想的機會啊 每一次在講什麼主席選舉就兩次了啦 然後這個那個每次都會講到他 是 所以他已經很清楚的告訴大家了 那他並沒有在那邊死纏爛打啦 或者是說 搖幾家小禮啦 他也沒有在那邊假裝啊 反而是黨內人在講說 切哥他哎呦還會有幫扶啊 他套太近啦 他還有後續撲面的效應 其實我覺得他是真的很乾脆的 提得起放著下 當下他就放下了 這一點 好不眷戀 很難做得到啊 很少人 我幫你真心會演一段視線 是不是 我沒有看過 正常人很難做到的啦 你在創俗語 沒有人 哈哈哈哈哈 這是舉例太犀利了 哈哈哈哈哈 當時就覺得 怎麼又來了 對 剛剛淺秋講出了他很複雜的心情 其實講這種話 我也會 這麼多年 這這三年來 只要有人講到侯友宜 我都會跟他們講 因為一定會問嘛 我都會說不要再消費他了 不要再去騷擾他了 我不相信他會再出來 怎麼樣怎麼樣 那講這個話不是說 不希望他出來 講這個話是說 其實你們 其實 我知道很多人是真的有期待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假的 他已經承受了史上 最多國家機器 全面的各種抹黑 他已經被黑到一個 剛剛有兩岸環境 最惡劣的時候 對 那 這種東西 其實 國民黨要 作為一個團隊 去面對這個 這些問題啦 你說我們四大公投沒有過 我是真的很歐很歐 也不是 真的 怎麼 也不是侯友宜的問題 那麼多人那麼努力 也不是侯友宜的問題而已啦 嗯 不是嗎 好 那 所以說今天 我覺得大家要去 重新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重新去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 韓國瑜他 如果出來的話 很多 還想要怎麼樣怎麼樣的人 可能都要靠邊站了啦 因為他的能量太大了 但問題是說 這個時刻真的是要把自己放下來 我也知道這很困難 要把自己這個小我放下來 去看這個大我 你就會像我這樣子出來講話 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難道我還去擔心 這麼一個不值錢的立法委員嗎 試過來說他雖然被說生鏽 但會讓人家破傷風 變嚴重 哈哈哈 我在 我在小刀當權的時候就不怕他 更何況是現在 那 這有什麼好怕的 在怕什麼 那反正我剛剛也講了 我也沒有要 我也沒有要選舉 我也沒有要選立委 所以我是講的是我自己真心的良心話 那麼 我也知道 黨裡頭很多的朋友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不會出來講 那怎麼樣能夠讓這個局面 我剛剛說的還來得及 還來得及 還來得及的時候你就要做 某些努力 如果這個時候不做這些努力的話 等到來不及了以後 就後悔莫及 所以 所以來得及是拳帶會之前 對 我覺得拳帶會之前 你一定要有些突破 但是我當然還是希望在7月份的時候 能夠有所轉機啊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個以前的視頻啦 一個shorts 就是在放那個紅花雨啊 就是說我們都沒走 再等一個人 那時候好感動 現在也是一樣啊 對講到這個我就會覺得 百感交集又不知從何所見 因為打過那一仗知道有多難啦 是 所以我才說 有打過這樣的仗 像身上有傷痕的 看一下嘛 那個是真的是 刀疤淺秋 刀刀劍骨 這種打法其實還沒開始 你要想想看 還沒開始 因為我們太弱了 人家根本都還沒有拿大砲出來打 所以現在什麼年代了 還靠小刀打仗 現在都已經是什麼 大型毀滅性武器了 對不對 只有被大型毀滅性武器 還沒有轟死的人在這裡 然後你這時候坐在這邊 看他們還在討論小刀利不利 有沒有生鏽 有沒有很好笑 現在 現在都已經是什麼時代了 而且這種網路的時代 對啊 所以 這個 不是開玩笑的 對 因為 的確啦 那朱立倫他已經沒辦法了啦 他已經 因為我那天看到場子上 朱立倫也是開心的 雖然 然後 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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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同台 那個 那 互動機卻有點尷尬 那個氣氛喊出來的聲音 讓猴 必然 不自在 那是沒有辦法的 那 可是 朱主席看起來 我說實在的 最不自在的本來應該是韓 不是嗎 最不自在的本來應該是韓吧 人家要選總統 人家 人家要選總統高高興興的 好像他來 好像反而很尷尬 可是他又不能不去 人家黃埔 他又不能不去 人家入軍官校 他要飛去 去了之後 就像你說的 可是沒辦法 全場就是變成他的場 他是故意的嗎 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去也不行 他去也不行 尷尬跟難為的應該是韓吧 對不對 他坐在那邊 明明總統 你是總統候選人 我是韓 我也沒怎樣 他什麼話都沒講 他什麼動作都沒有 大家熱情邀請他 他什麼場合都不去 他也只好去了 那他就去了 那就是這樣 所以怎麼會變成是 猴在尷尬呢 對吧 對不對 那所以這就是我說的嘛 他就是自然的領袖魅力啊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要感恩 天上掉下來一個這樣的禮物 是天上掉下來的 他不是國民黨栽培的 他也不是第一次失敗跟離開政壇 他上次離開了有沒有20年啊 好像有耶 對啊 是不是 他曾經只是一個賣菜的 對啊 那 為什麼可以捲起千堆雪 那你今天 國民黨有保不用 放在那裡蒙城 製造一個彼此莫名其妙的尷尬 你要出來就讓民進黨心驚膽跳 晚上睡不著覺 應該是他們睡不著覺 怎麼會是我們睡不著覺呢 要贏啊 掰掰